大悲咒感应事迹三则 山西冯戎传 张长明是2007年9月份才皈依的三宝弟子 他为人忠厚老实,不多言语 但他修学佛法非常执着 每日行走坐卧,都口不离大悲咒 早晚读诵法华经 经上的生字一个也不放过 查字典一一注上拼音,非常认真 他经常做好事 善男信女捐来的衣物成百上千件 他带领同事一件一件检查,整理好 亲自开着大车送到贫困山区 亲手送到顾寡老人和残疾人手里 再苦再累,都心甘情愿 未归以前 他每年冬天都要生病一个月 浑身难受 咽喉肿痛,难以下咽 发高烧 打针输液也无效 痛苦一个月后方能慢慢恢复体力 他每年最怕的就是冬天这一个月 自从归一三宝 他这年的冬天就没有生病 安然无恙过了冬 这是他用功修学佛法 感应佛菩萨诱护的结果 是大悲咒的威力 他经常在外 开车办事 无论天气多么恶劣 道路多么难行 他念念不忘大悲咒 再大的困难也拦不住他 第二则 我们这里有一位同修 他的法名是长江 归一三宝 两年 勇猛精进 他每日清晨 敬送大悲咒二十一遍 心经二十一遍 然后早餐去上班 日日如此 从不间断 他送经咒的方法是跪在佛前 双手合十 全神贯注 致诚恳切 大悲咒八十四句 刚开始他用四口气就可以念完 现在只用两口气就能念完 原来他未断昏 身体很瘦弱 上楼梯还喘气 如今他已经彻底断昏 身体反而强壮 上楼梯一口气窜上去 他给自己规定 每周做好事两件 扶贫既困 维修楼宇 帮助顾寡老人 呼持三宝道场 供养僧众的 他每日过得很充实 法喜充满 有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 梦中一位长者 手指浩瀚宇宙对他讲了几句话 他很欢喜 随口就说出下面这四句记 天空彩虹 日隐云 宇宙浩瀚 有佛誉 守戒修行 心清明 养心润德 莲花重 醒来还记忆忧心 他马上用笔写在纸上 越看越欢喜 越看越奇怪 不禁自问 这是自己说的吗 自己连初中都没有毕业 能说出这样的话吗 这肯定是佛菩萨的点话 第二天 他霸着四句记 复印了许多份 赠给每位莲友 法喜充满 我们都为他 能得到佛菩萨的指点而欢喜 我们都决心向他学习 见面不说闲杂话 而是谈经论道 用功修学 交流体会 增长道业 第三则 本地安宁新村九号楼 住着一户人家 丈夫在外地打工 妻子刘相爱 领着一儿一女过日子 刘相爱 每日身体不爽 医院里检查 也查不出什么大毛病 十岁的女儿 刘育 身患 癫痫 时不时附作 每次发作 都在夜间十二点以后 发作一次 几天头疼 浑身乏力 没有食欲 为了给女儿治病 她们太原北京都去过了 储蓄也花光了 病情不见好转 女儿的痛苦 犹如钢刀 时时刺痛母亲的心 母亲的身体更不好了 八月十五前后 刘相爱也倒下了 尿失禁 休克 经医院抢救 才算缓解 2006年一年 丈夫都不能出去打工 整日陪着妻子女儿 忧愁 焦虑 恐惧 笼罩着全家 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医院相遇 刘相爱诉说了自己的痛苦 我告诉她 求观世音菩萨 自己念大悲咒 让女儿刘育 念六字大明咒 她和女儿 善根深厚 与菩萨有缘 他们立刻行动起来 每日给观世音菩萨 供香 供水 且在佛前贵念 大悲咒 一百零八遍 女儿每日上学前 先三拜观世音菩萨 放学后 念六字大明咒 二十分钟 课间还要念 就这样日日坚持 从不间断 从2007年的六月份 开始至今 效果不可思议 半年多时间 刘相爱的身体 一天天健壮起来 女儿刘育的癫痫病 再没有发作 且个子明显长高 面容丰满 智慧增长 学习成绩直线上升 刘育高兴的对人说 爹亲娘亲 还不如菩萨妈妈琴 爹娘只生了我身体 菩萨妈妈给我看好了病 给了我智慧 我将来要信佛 报菩萨恩 刘相爱丈夫 又去外地打工 全家人生活在 安宁 幸福 祥瑞的气氛里 有一次 刘相爱 梦见一个放着 彩光的圆球 从她家窗户 飞进室内 女儿 刘相爱 刘相爱 看到女儿的行为 自己才醒悟过来 赶紧念观音圣号 跪下谢恩 醒来 更是感恩 他经常对人讲 花钱治不好的病 不花钱就治好了 我们家要世世代代 供观音 拜观音 念观音 念大悲咒 和六字真言 观世音菩萨 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我们要感恩 报恩 无限时 上述故事 摘自 普陀山佛教 2008年 秋季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